我叫申洪彪 1968年生于沈阳 我是中国中央美术学院雕书系的教师 这件作品是我第一次在巴黎展出 这件作品等于是对所帮巴黎一大的一个馈赠 因为我在巴黎一大读的D.R.还有德格德哈 这件作品最后被巴黎一大决定安放在会与舒芙乐和邦德勇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雕塑作品来源于蒙古草原 描写一个蒙古摔跤手站立的形象 这件雕塑在很多地方都展出过 国内像比如说北大光华学院阿里巴巴总部 还有本市中心的好多地方都有收藏 在国际上也有 比如说像澳大利亚 小学院阿里巴巴总部 在国际上也有很多地方都展示了 我的艺术创作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中国传统的捍卫时期的文化 第二个呢等于是造化新源 是在蒙古草原从大自然当中来吸收的语言 比如说像这个蒙古草原里有骑马 所以就要射箭 我大尺寸的作品呢等于是对蒙古草原的回馈 我的艺术创作呢等于是生活的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